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或许还记得吧 上礼拜开始我和Elena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些 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性生活 那这个是我们东方人一向避讳不太公开谈论的 那说实在在今天都已经21世纪了 所谓关于性方面的知识也好 什么所谓的技巧也好 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们所想要了解的一些我们过去不太清楚的事情 说实在现在从各方面的管道大家都很容易获取到 可是呢 这里面常常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谬误 就是我们把关于性的知识当做我们实际生活上的需要 可是呢 往往我看到的反而是弄巧成拙 很多人以为我如果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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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着书上所说的或者影片上所描述的 或者你倒听途说来的 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讯息 你想啊这个好这个好 我可以运用在我的床上 结果呢 常常都是趁信而去 拜信而归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简单讲 不是别人的状况你就可以运用 别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在你身上就一样有效 性生活呢 说实在 在我们一般的说法来讲 那是非常私密性的 也非常独特性的 每一个人和你的配偶 有独特的 有非常 你们自己隐秘性 你们独特性的 只有你们两个可以互相知道的 一些你们真正的需要 是啊 可是我就觉得说 在广播节目上来公开讲这个事情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困难的 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我们应该 要怎么样来谈 你在网络上 你现在可以很方便的取得了很多的知识 可是怎么样运用在你的家庭里面呢 那我先不要说运用了 就是想说 在我们的房间里面 我还是觉得说 这个题目应该就是 在我们的房间里面来讨论 而不是在 在空中 在空中 大团特团 在来讲这个事情 不过基本上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这个性的关系 人家常常问说 你幸福吗 有点这个 好像很难公开的表示什么 但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 男生和女生是不一样的 男士和女士 在这个方面 无论是身体上面 生理上面 或者是心理上面 都有很大的差别 是 我记得很多年前 差不多20多年了 20年前 我跟安娜 开始接受这个婚姻辅导的训练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开始也接受到一些 过去我们自己不太知道的事情 或者是是是而非的事情 当然因为我和人是基督徒 我们所接受的这种夫妻婚姻的 这个辅导的这个训练的工作呢 主要也是在教会里面来做 我发觉说 其实我们也办过很多次很多次 这个所谓的恩爱夫妇营 是一个三天两夜的这个营会 那我们在里面就是从夫妻的关系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探讨一起的学习 那我想这很多的这种 学习过程的项目呢 比如包括原生家庭啦 什么如何沟通啦 如何面对冲突啦 男女不同啊等等之类的 那个过去在我们这一年多的节目当中 我想我们也有很多的分享 可是呢我记得每一次 当我们谈到里面 我们这所谓恩爱夫妇营里面 有一堂很重要的课 就是这个所谓的夫妻的亲密 就是这个性关系的问题 每次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觉说 本来其他的课呢 你会发觉说学员们嘛 就都有一些适当的互动 或者他们有踊跃的发言 有问题啦 有实力啦等等之类的 可是一谈到这个问题呢 大家就你看我 我看你或者 不是你看我 我看你 大家头都低着 只看自己的脚了 这是很奇怪 那当然那是我们的说法 就是说性对很多的中国人来讲 本来就是那个好像不可以公开的放在桌面上来谈的 那事实上也是 那如果又加上你是基督徒 我们是一个教徒 好像根本不可以谈论这些事情 这个太不神圣了吧 好像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记得上礼拜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 这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当中也好 也是人类基本上天生就有需要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二人离开怎么样 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为一 二人成为一体 而且他们当时怎么样 自身露体却不觉得羞耻 其实在圣经里面 一开始描述到男女两性关系的时候 上帝所说的一些祝福的话 一些指示 就很清楚的谈到 两个人在身体上 心灵上都有一个最美好的结合 所以这没有不能谈的 当然我们今天谈论的不是什么技巧 什么动作 什么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而是我们要回本到最早的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观念 那往往我们的观念不够清楚 我们以为性就是这样 所以呢我们就做出很多我们自己错误的行为 然后导致了一个越来越不好的状况 你刚刚说性就是这样 可是怎样呢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还有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里面 性都是不一样 不是这样 也不是那样 是的 大家都不一样 对 在我们的营会里面 我们后来发现 我们男生和女生分开来谈 我们在可以谈的更细节 当先生和太太分开来谈的时候 大家有比较在课堂上面一起的时候 有好得多 不过我们在课堂上 我记得我们有分享一件事情 类似好像你的成长过程 那我们现在观众朋友也可以来想一想 对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配偶的认识 通常都是在他 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开始 我们很少谈到说 哦在你15岁以前 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或者更小的时候 或者更小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时候 来认识对方的时候 我们谈一下 在我们童年里面 接触到跟性有关系的事情 是怎么回事 对 你想到看到还是感觉到 对 这里面又提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每次我们在营会里面呢 当我们到那个特定的时间 要上这个性关系这个课的时候 我们先有一些概论 然后呢 把男生女生分开来 弟兄们一个教室 姐妹们一个教室 我的了解呢 我们上过很多次这种课程呢 姐妹们好像还比较愿意分享 好一点 弟兄们通常都没人讲话 那我们是用写下来的 对对 有人写下来 那可是呢 我记得我每次在那里主持 弟兄们的这个问题 分享也好 什么一些想法也好 弟兄们通常都避而不谈 你说你的 对不对 我听到了就听到了 那通常大家都面无表情 好像这个事情是不可以公开的 对 你讲的是你们家 对 是的 其实我想刚才艾莱娜谈到说 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 我们要分享 当你在童年时候 或者你青少年时候 当你第一次接触跟性有关系的情况 就是说可能你是听到了看到了什么 或者说你曾经遭遇到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艾莱娜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说我们对性的认识 可能跟我们童年青少年成长的时候 我们所接触到所吸收到的 零零散散的东西 最后就成为我们一个 我们以为性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可是片面 我做这个的之前 比如说我们问他说 你的第一次对性的想法 我们之前我们还先做了一个游戏 就是你认为性关系在你的感觉里面 它是用有几个颜色可以来代表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颜色 那大家现在也可以想一想 你觉得性对你来说 什么颜色最合适 很罗曼蒂克的颜色 很阳光的颜色 还是很黑暗的颜色 还是很具诱惑性的颜色 对啊 可以想一想哪一种颜色 然后我们才想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颜色 是 你现在一想到你和你配偶之间的性的关系的时候 你第一个跳出来的颜色是什么 是黑色的 红色吧 红色 OK 我们也听过说 红色代表危险 OK 那有人粉红色 哦那他很浪漫非常浪漫 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那黑色呢 那是代表很隐秘嘛 很神秘 或者说很脏 或者你很害怕的 或者总是晚上关着灯坐的 所以你想到是黑色 红色呢 乃姨刚才说的 很热烈 哇 很热火 对不对 爆炸性 太好了 粉红呢 当然就是你想到粉红 那表示说 你在性的关系上面 你有很多好的享受 好的经验 你觉得那总是一个罗曼提格的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感觉的话 哇那真是恭喜你 当然很多人中国人说 想到色情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想到黄色 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 中国人老是把 黄色 把这个 以前我们看的那种色情小说 我们叫做什么 黄色小说 等等之类的 黄色 不过说实在 也真的扯不上什么关系来 比较不道德 比较不道德 或者等等之类的 那当然这个颜色 只是每个人的 对这种性的直接的联想 那当然我们刚才谈到说 没有什么对和错 我想这是跟经验 或者是 只是一个想法 我记得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 我们听到很多人的分享 他这个如果他能够适当的分享出来的时候呢 反而或许他有时候他可以离行 比如说我是在台湾长大的 我记得 在我小的时候 大概是初中的时候 有一天呢 在上学的时候 有一天下课的时候 你就突然看到 教室里面有一个角落 哇 急急速速 大家热闹得不得了 大家挤在那里 你很好奇的过去看看 原来 有人就带了一本所谓的黄色小说来了 就是这种色情的小说 大家抢着看 哇 还要排队 对不对 你看完了轮我 我看完了轮你这样子 好像我第一次某种程度 接触到有关系的这种观念的时候 居然是从那所谓的色情小说里面 所得到的 我相信很多男孩子 特别是台湾长大的 我不晓得国内的情形 或者说其他地区的孩子们 当你在青少年那种十来岁 十四十二三四岁时候 你怎么样开始对这个性 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的时候呢 你是怎么来的 那当然你现在回想 那个黄色小说里面嘛 那当然所描述的都是非常大的 偏差的 都是非常的让你觉得说 是会让你觉得你兴奋了 可是里面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夸大不实的 今天回想起来 那是不是在我很小时候 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导致我对这个性的观念 一直是错误的 有没有其他的经验呢 有很多啊 当然我也听到说有人说 他小时候对性懵懂 无知的时候呢 可能在七八岁的时候 成父母 对因为那时候 大家住的房子很小 可能还是跟父母同心 可能住同一个房间 也可能甚至睡一张床 然后半夜就被父母亲吵醒了 因为床在动 在摇来摇去 就不晓得这爸妈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有点害怕 又有点不知道怎么办 那很多人的那种对性的一点点的感觉 是从这样 当然现在在美国 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我们通常都鼓励说 父母亲尽量不要跟孩子一起睡 第一个是帮助孩子养成独立的习惯 独立可以睡 我相信在美国一般正常的家庭来讲 大概从孩子出生以后 就是他有自己的房间 父母亲可以有一个所谓的monitor 看到孩子的状况 你随时可以起来去招呼孩子 而不是就一定要把孩子放在你的身边 那尤其孩子到了三四岁以后 其实他虽然不清楚 不过当然他可以知道说 我的父母亲在做什么呢 当然我们不会让孩子 看见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可是呢对孩子来讲 那就造成一个很隐晦 然后他又不敢说 有时候可能甚至 我还听过父母亲有说过说 孩子问说 爸爸妈妈你们在干嘛 你不要管你睡觉 眼睛闭起来 我们现在如果你已经结婚一段时间 你会不会觉得挺好笑的 对不对 是啊我们可以一笑自知 可是对那个小小的孩子来讲 他说我的父母亲到底在干什么 我想我小的时候 我大概也是差不多也到中学的时候了 有一次家里面有客人来 那我就把我的房间让出来 我就在我爸妈的房间旁边有一个小床 那我就在那里睡 半夜呢我也真的就是醒来 什么也没看见 听到一些声音 一些努力的看 原来包着备单啊 但是我那时候的感觉 我并不是真的懂得什么 而是那时候的感觉就是 他们很开心 他们在相好 那是我第一次的感受的感觉 我想插一下这个话题 有关我们说这个孩子 我们把孩子放在另外一个房间的这件事情 在目前看来 我们在美国 这个孩子在另外一个房间 我们希望他是有自己的小床 第一他必须要有自己的小床 甚至在另外一个房间 可是在60年代 你知道那个时候 有一些非常激烈的人士 他们认为说 孩子你不要抱他 你不要抱 因为我们就是要训练他独立 他越哭 你就越不要抱他 那个时候真的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出来 然后交给大家说 你怎么样戴上 其实你看我们的肌肤相亲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在现在那个孩子一生出来的时候 刚刚生出来 刚刚生出来 在医院里面 医院里面 护士们就会建议你说 Baby抱在你的胸前 这个孩子是都没有穿衣服的 除了抱一块尿布以外 他是完全就赤裸 让妈妈在胸前也是裸露的 让他们肌肤相亲 让这个孩子还是觉得 他好像还在妈妈的子宫里面一样 温暖 这么亲密 然后他可以听到母亲的心跳的声音 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念 然后一个做法 一个做法 然后现在大家是真的都这样做 那其实对已经长大的人呢 我们也非常的推就是你们常常要有肢体的接触 要肌肤相亲 常常拥抱 其实性关系对夫妻来说真的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夫妻之间一个非常高阶层的沟通 是 绝对的透明 绝对的合一 是 对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 我们前面零零三三讲了一堆对这些事情观念 我想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 我记得在我们开始谈性关系之前呢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很多的节目 我们谈到夫妻的沟通的问题 其实性关系是所谓夫妻沟通的一个最高阶的一个动作跟行为跟分享 所以呢 我们在夫妻之间这个性是可以说在夫妻生活当中互动当中也是一个最高阶 因为它是完全的身心灵的合一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不但你的实际的性生活得到满足得到喜乐 那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都会得到很大的愉悦 所以呢 今天我想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是提醒大家 想给大家带来一个观念 关于这个性的事情 绝对不是我们一开始讲的 我们不说的 我们只埋头做的 埋头苦干的 或者只是为了满足我的私欲 因为我想要发泄等等之类的 我想要生小孩 那生小孩当然是其中的之一 可是那不是真正的让你可以完全满足的 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课题 在未来的几个礼拜当中 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透过好的沟通 关于这个性方面 你和我之间的互动 那我觉得会带给我们一个生活当中 更大的满足和喜乐 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 我也是一样祝福大家 祝福您和你的全家 每一个人都有平安 喜乐 健康 愿上帝祝福你 欢迎订阅